大家好,今天看了看网上的新闻 应该说没有什么新话题了 两个老话题今天吵得还挺热闹的 第一个话题就是拜席会 在这里边拜登说了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承认一个中国 这个话题在华人媒体 以及在英文媒体CNN 也有很多讨论 到底拜是怎么说的 当然因为拜席会完了之后 我们首先看到中国那边 首先他有新闻出来了 他们说习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台湾问题 那拜登马上表态 报告总书记 我们不支持台独 我们承认一个中国 已经表中心了 那这个是从中方里面说的 可是到了美方呢 他在发表新闻的时候呢 他就不提这段 他没说 他只说什么气候啊 贸易啊 什么怎么怎么样啊 两边说的有点不一样 这个时候呢 那就有记者就问拜登了 所以拜登呢 他作为一个澄清 我们先看看这个新闻是怎么讲的 新闻说 美国总统拜登昨日以习进行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视讯会议 台湾议题是会谈的焦点议题之一 会后拜登表示 我不曾鼓励过台湾独立 台湾独不独立是台湾自己要去决定 不是美国 拜习会后 大陆官媒新华社刻意凸显拜登不支持台独的报道 但白宫新闻稿没有呼应那样的说法 根据CNN报道 拜登回应媒体是说 我不曾鼓励过台湾独立 台湾独不独立是台湾自己去决定 不是美国 这是非常重要的澄清 它代表美国政府的真正立场 也契合美国最新民意 台湾人要好好地去理解和体会 这个就是新闻在炒的一个内容 简单来说 我想要是中方那边 把视讯的原始的录音录像 把它公布出来 这个事情就全解了 大家也不用谈了 还解释什么 但是很有可能 他们不想公布真正的 他们会谈关于这段录音 或许说在中国那边有可能放一段 就放一部分 他不可能全放 可能会放一部分 他认为给他有利的 而美方这边也有 这种视讯 双方都有录像 都有记录 要想澄清的话 你就大白一天下 完了吗 但是很可能不会 但是这个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 就是拜 他在跟习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说习爱听的话 因为你在扣见皇上啊 拜登现在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向紫禁城来表忠心 那紫禁城就说 我台湾问题 这是我的内政 那拜登为了后边的一些话题 能够正常进行的话 他绝对是迎合 对 台湾你的 我不管 你们自个决定 一定是这样 回到美国以后呢 又点 又点什么 我没怂 我没说 他不说 不说的话呢 主要现在 为什么台湾新闻 就在这里边就开始 就到底是怎么说的 台湾很想知道啊 台湾很想知道 美国什么态度 那其实呢 美国呢 就是说 他这个话 他说台湾人民自己解决 怎么自己解决 公投消灭掉 不许 自己解决就是 自个全民公投嘛 台湾政府受美国控制 美国控制了 蔡贾博士政府 告诉蔡贾博士 不许说台湾独立 不许公投 就这么待着 这叫实质独立 实质独立 我要来干什么 你说了就算了 我要来卖你母气 你说了算了 如果你不独立 有一天你归北京了 那我要买什么武器 叫北京说算 不就不灵了吗 美国要求台湾现在 不说独立 但是实质独立 这个时候 你的权力 你的政权 是由我来控制的 你的资金 我是可以调动的 这种情况下 对美国是最有利的 因此他只要这个状态 就是实质独立 但是嘴巴不说 让你两边谈 这边跟着说 别跟他谈 谈不成 不就不成吗 都这么几十年下来的 一直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些头们 外交说辞和底下的手段 是两个东西 外交说 我不管你 你自个决定 底下说 不许动 我管着你 不就这样吗 那中国那边呢 能不能识破 他这种东西 能不能去针对 他这样的东西 去有效的去做点什么事情 那是中国的智慧 所以美国这边呢 已经很简单很简单了 就是把赖清德压住 你不许再说台独了 现在你已经是独立的呢 不是吗 我们要什么钱 卖什么武器 你定了就可以了 你不用跟北京商量 因此你跟北京政府 现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此时此刻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来访问你 我来卖猪 你就得买 我来卖武器 你就得买 只要蔡贾博士定了 一切交易做成了 实质性的台湾独立 现在是对他们最有利 不要打破这个 他叫不要打破两岸 单方打破两岸的这个关系 都是不正确的 他们就是这样 反正你在国际上 有没有地位 以我无关 你台湾人拿那个护照 人承不承认你 以我无关 但是由于你这个政府 是我扶持的 你这块的财政大权 我是可以控制的 这个就是目的 我只看你这块的钱 我能不能控制 那我要控制你这个钱 我一定要控制你那个一号人物 只要你这一号人物在我手里控制之下 你这块土地就是我的殖民地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 至于你叫什么 叫台湾 叫中华民国 叫什么台湾省 这个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我能控制你这块的资源 财产 以及政权 控制政权的目的 还是为了要控制这个资源和财产 这个就是他们的宗旨 这个宗旨呢 不管你怎么说 说一千到一万 说烂极八糟 其实没有意义 就是你现在是独立的经济实体 就这样最好最好了 什么都不要动 就一直这样下去 台湾人永远都没有什么国号 没有什么名分 这个你们的活该了 反正这块经济 这块土地 这的钱财 这的巨额的外汇储备 我们是需要拿的时候 就过来拿一点 这个符合他们的利益 这个符合他们的财产 就是这个符合他们的财产 就是这个符合他们的财产 我这两天也认真的去看了一下 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 之前没怎么看 因为美中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的信息 并不见得的透明 不见得真实 美方这边也一样 他们放这些信息 有些信息也是虚的 中国那边的很多信息也是不透明的 因此之前没有特别的去研究它 那最近这两天 稍微看了一看 稍微看了一看 也就是说 还是根据这些公开的信息 公开的媒体 以及我们站在旁观角度去看 美国和中国 他们两家 他们现在干嘛呢 他们玩什么东西呢 在玩 稍微看了看 信息可能不准确 说的可能不对 我是觉得从历史上看 从1949年 共产党政权成立了 那个时候 美国是不认这个政权的 美国在那个时候呢 还是认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他认为你是一帮土匪 你是一帮共匪 就很像现在这个阿富汗 这个塔利班呢 塔利班就是一帮游击队 他认为你就是游击队 你就是一帮匪徒 你成立 你建国了 我不认你 你看到世界上 现在都还没有认 塔利班阿富汗那个政府 他还没有认呢 我是现在没看见 也许有人认 但是我没有看见 也就是当年 那个共产党政府 在1949年 毛泽东的政府成立时候 美国人是不认的 没你 那个时候呢 整个这个全世界 都是把这个共产党政权 是孤立起来的 那毛泽东呢 他就要一个什么口号的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他自己可以在里边转 转转转转转 转到69年70年 那个时候呢 本来是在苏联老大哥 我记得那个时候叫苏联老大哥 在苏联老大哥的扶持帮助之下呢 在建设 所有的这些生产线呢 科学技术啊 科学专家 都是从全苏联过来的 好 到了69年 弄了什么珍宝岛事件 完了中苏边境那边 出了一点故事 然后呢 毛泽东呢 就跟苏联就掰了 掰了以后呢 美国呢 就认为 误认为 自己的所谓的那些 中国问题专家 就误认为 可以把中国争取过来 变成 他的盟友 然后呢 去对抗那个 当时的前苏联 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冷战了嘛 结果他们就利用他们的所谓的智囊团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能功能 金能功能 简单来说 到了40年后的今天 都不止40年了 大概50年了吧 50年后的今天 他们醒过来了 其实他们可能也没醒过来 他们从一个误区又掉到另外一个误区里边去了 他们永远可能醒不过来 所以他们自己说醒过来就是 他们之前呢 试图想改造一下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的政权 让他们能够像着西方那样的生活模式去生活 这样呢 他就能够控制这个政权 这么多年下来了 没想到呢 他们控制不了 他们也透过了很多这个那个手段也都用过 但是他们发觉呢 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到今天呢 哟 怎么你还能够生活的比我的人都富有了 这个时候他们那种 人之初性本恶就暴露出来了 性本恶就是 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而你不行 这就叫性本恶 那到了今天呢 我就觉得有一个特别可笑的 就是我为什么说他们美国从一个误区又掉到另外一个误区里边呢 现在非常的可笑就是 美国人曾经是世界老大 我是叫什么世界警察 国际警察 我想到哪打仗 我就能打仗 我让中央情报局编造一个什么东西 趴机 他就编造出来以后 我就把伊拉克揍掉了 我就把阿富汗给揍掉了 甚至把卡扎菲利比亚揍掉了 那个时候呢 他确实是老大 一忽悠 八国联军就来了 动不动就盟军 其实其他国家没有几个族子 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就派几个族子去 大部分还是美英这两个国家出的兵 但是他也说是联军 盟军 盟军 联军 八国联军 进攻北京 就进攻北京了 打什么地方就打了 到了今天呢 他们有三个奇怪动作 我觉得特别的可笑 怎么叫可笑呢 就是 从拜登上台之后 就老想跟中国谈一谈 中国呢 在他的历史上呢 是一帮土匪 倭寇 寇 不承认的 那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呢 承认了 承认了以后呢 他还是很多蔑视啊 就是对你那种歧视啊 其实他还是存在的 至少华人在国外 你就看得出来 他对你这个种族 对你这个民族 他还是歧视的 他们那种人之初性本恶那东西啊 永远表现在脸上 你是感觉得出来的 在中国你感觉不出来 他要挣你的钱 可能还挺客气 你到了西方国家 你是感觉出来的 那种至上主义者 非常的明显 但是呢 你看 他们为什么非要跟中国去谈一谈呢 我就觉得很可笑 这个 之前呢 我没太研究这个 关于中国的国情 国力啊 都没太研究过 因为只是看到有一些节目呢 说中国战狼外交 当时我对这个词呢 不是很理解 战狼外交 什么意思 说话很冲吗 人人都可以说话很冲 他在他那怎么说话 你无可指责 他愿意说谁 说谁 他这几十年 他都是说话 没帝无主义 他都是这口气 那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那什么叫战狼外交 当时我就不是很理解 但是也没有去花时间去研究 因为有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信息都不真 所以我就不去研究他 好 到了拜登上台以后呢 阿拉斯加这个美方和中方啊 有一次对话 对吧 杨洁篪 王毅也好 这边布林肯也好 为什么非要弄这么一个对话 还能弄到阿拉斯加那个地方去 这时候呢 我就仔细看了一下 他们的对话的过程 从那次对话出来以后 我就突然有个感觉 哦 这个叫战狼外交啊 战狼外交就是说 以前一说狼就是美国 他到地方指手画脚 指指点点的 你们怎么着 你们怎么着 好像大家都觉得习惯了 今天呢 一帮过去不承认的土匪 共产国家的一个几个草民 面对美国大老板 居然人家指的鼻子里点 你以后少给我来这套 你们要给我改正这 改正那个 以后你再跟我这样说话 不行了 以后我们要平起平坐了 你得客客气的跟我说话 否则的话 你将怎么怎么样 呦 那次我中这个杨洁篪 这个讲话里边 王毅讲话里边 我都感到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确实是跟过去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以前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 面对面这么说的 没有 你私下怎么骂 你说美帝国主义 好什么 这个东西 没人无可指责 那今天这个台子呢 就是我就觉得 你美国人为什么要搭 你要跟他谈什么 整个在这个杨洁篪 王毅和布林肯 他们之间谈 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什么都没有 没谈出任何 所以然来 中方说你要这样 美方说你要那样 你要按照我们的规则行事 这个东西 过去都说了几十年了 没什么新鲜的 但是你摆了这么一个台子 让大家让全世界看 看什么呢 看你俩谈话 那你不是美国故意的 就把这个中国给他 抬到一个你很重要的地位吗 而且呢 抬出来以后呢 人家一顿给美国的 一顿臭挖苦 臭损 甚至一通教训 我们把它叫教训 你被共产党给教训了一下啊 这个结果 我们能看到是这样的结果 这个叫战狼外交 我已经找到一点感觉了 所以那这次完了以后呢 布林肯回到美国以后呢 就被美国的媒体一顿挖苦 你怎么那么软弱呀 这个是一个 我看到的一个现象 当时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要谈 谈什么内容 一直就没看出来 好 美国布林肯回到美国以后呢 被说软弱 这帮人呢 不知道哪来的一帮智囊 这智囊谁 我也不知道 现在这个肯定有个智囊了 这帮智囊呢 不稀奇教训 没完没了 说你被侮辱了 你被共产党给侮辱了 觉得侮辱他不够 是不是让人再侮辱我一下啊 得 又派某某人跑到北京 说咱俩再谈谈 人家北京夸鸡给你踢到天津 你在天津那待着 在我仓库里待着 想谈什么 可是呢 又不知道谈什么 谈完了以后 又被人家副部长给凑损一顿 你我献你 一二三四五 你给我改正 你给我纠正 又让人给数了一顿 这整个就是 你美国不是孙子 这是 你不是当年那个世界老大那口气了 这个天津被 被这个副部长给损了一通以后 一顿臭挖苦 一顿臭指责 一顿点 你给我改正这个一二三四五 人给弄了好多条 回到美国以后呢 还不吸取教训 还觉得我们被侮辱的还是不够 还得让他们再侮辱我们一次 得 升级了 升到拜登总统 你再让习再侮辱你一下 这样的话 咱们就痛快了 这个我们就真痛快了 得 这就出现了一个拜习会 拜习会呢 昨天我说了 就是拜登拼命的要跟习去 哎呦 你跟我见一面呀 你跟我说两句话呀 你别不理我呀 习呢 倒是觉得 呵 你看那个拜习会那个证实 你看那两个照片 习往那一坐 那个说话的表情 拜登那个猴啊那一段 就变成了这个习近平在教训拜登 你给我怎么怎么怎么样 拜登说 哎我们要这样 我可没说什么什么 你看看 又被人家给侮辱了一栋 也就是说美国呢 好像故意在搭一个台子 就说你侮辱我一下吧 我把你捧起来 以后你是世界老大了 侮辱第一下不够 侮辱的不痛快 不解气 然后呢 到天津 我再送一个人到那去 你再把我们的人给侮辱一下 侮辱完又还不解气 还不痛快 说了得了 拜登那也想被侮辱一下 拜登把拜登送过去吧 你再侮辱一下 哎呦 这三次主动的去被侮辱 被凑讯 被指责 这个他在玩什么呢 你看这三次谈 谈完了以后 你看他在谈什么 其实好像什么都没谈 所有的话都是老话 昨天我说了 都是老调重谈 老调重谈 你干嘛要人家损你啊 这三次下来以后 你要知道 这三次的对话 跟中国谈判 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不是你秘密的谈 你非得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他在侮辱我 我还挺痛快的 侮辱的不够呢 我还让他再来一次 全世界都看到了 你在共产党面前 已经变成一个怂包了 你故意让别人看见 你看看 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现在美国开始 盟友没有了 你这么怂 你告诉全世界你这么怂 完了你还把别人拉 你来当我的盟友 我们跟他对抗 这个人都是啊 你要是强了 人人都跟着你走 你要是怂了 人人都夺你远远的 都这样 甭管西方 东方 你有钱 大家都说 哎呦 你好 马云好 你没钱了 得了 你原来歇了 帮找我 全这样 所以你这个自己 在全世界面前 表现了三次 就是说我特怂 我在共产党面前 我怂的不行了 然后呢 你们来加入我的盟友吧 来帮助我一起在抗中吧 这个时候 果然 这些所谓的盟友都 哎 保持距离 别别别别别 你 你慢慢来 慢慢来 我们不不抗中 我们先看看 不就是这结果吗 美国干嘛要 摆三次局 让人家损你啊 干嘛要主动的送上门来 让人家臭扁你一通啊 扁了半天 你这三次谈话 你看看得到什么了 什么联合公报的也没有 什么协议也没有 什么共识也没有 一切一切都没有 就非得把脑袋送上去 让人家一顿臭损 你说这个东西 我看完以后 我觉得有点意思 这个只能说 美国这个智囊在干嘛 这堆智囊 有点脑子没有啊 玩的这个三出大戏 我们看了半天呢 整个就是把中国的国际形象呢 一下给抬起来了 然后把你自己美国的形象 老大哥的形象 夸击给揍下去了 完了 我还解释一下 我没有啊 你自己的事啊 解释一下 哎呀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事情 我研究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呢 我从分析上看呢 我只能认为 这个有 这堆智囊有毛病 再有呢 拜登呢 你姓拜 是不是人家 如果说人家在你 跟你谈判 谈得不愉快的时候 人家问候你一下 说你儿子还好吗 请问拜登你怎么接这句话 这就是这次谈判里边 习说了 老朋友了 拜登说 哎呦 我跟他不是老朋友 呦 怎么不是老朋友啊 拜登去北京去过很多次 无数次 而且去北京 带着他的亨特拜登去的 难道你不是老朋友 亨特拜登的企业 难道不是朋友 他能给你那么多的 赞助 别不承认呢 这个时候呢 两个人往这一坐 人家说 咱俩老朋友 我资助过你 你说 哎呦 哎呦 我不跟你不是朋友啊 我就怎么怎么样啊 怂吗 怂包吗 一下子让旁人全看得出来了 你 没底气 人家说话还真有底气 人家敢称你是朋友 你不敢 为什么人家敢称 你的儿子的账户 包括那里边这个大人物 那个钱 难道不是你吗 难道不是拿着我东西吗 我们中国的土话呀 吃着人家嘴软呢 拿着人手 手短呢 对吗 你有底气吗 人家可能 很可能说这次这个拜登这个班子里边啊 包括什么布林肯啊 什么安全事务助理啊 他们都在那边有生意 在这种情况下 人家是不是手里攥了很多录像啊 很多录像带啊 这些录像带 如果一旦报出来以后 可能比这个亨特拜登这个笔记本电脑里边爆的东西可能还要猛烈 这些东西他们心里是知道的 中国那边一定知道 你只要到那去 只要吃人家的烤鸭 喝人家的茅台 晚上再跟人家走一圈 这一切一切 我相信都记录在案了 都在手里攥着呢 这点功夫 这点技能 我相信中国还是做得到的 你的东西都攥在我这儿呢 你在我这儿 你还能说话哼 你只要说话一哼 我不用废话 我随便放点料 我找一个第三国的记者 我放点料出去 你已经就完蛋了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在里边 我看有很多报道有这么说法 我怀疑有 但是呢 我只是判断 我只是根据这种现象 根据这些一部分的报道 我觉得他们之前都频繁的去过中国 在中国都有过一些 不管什么 生意也好啊 沟通也好啊 反正我知道这些人 无论是拜登 家里 拜登本人 波林肯 什么安全助理 这些人 都喝过茅台酒 都吃过北京烤鸭 吃完饭之后 都有很多的安排 无微不至的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 哎呀 这个美国政府 所以在三次面对面的谈判 表现得如此的怂 可能是有原因的 这是我的判断了 对不对 我不知道了 但是我绝对是这么分析 否则这个东西无解 美国强大吗 中国呢 49年呢 就是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国家 到今天怎么雕刻个儿来了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之前呢 我没太研究过 我觉得没什么可分析的 因为涉及内容太多 太深 我呢 又看不到很多真实的信息 但是这次呢 拜习会之后 我看完以后呢 我觉得有点意思 这个东西确实有变化了 确实不是我们以前 所想象的那种样子了 以前我们所想象的是 另外一幅样子 现在好像 好像有变化 但是是怎么样的 我还没有做更深入的研究 只是说 透过这几次媒体 报道的他们这些会 我尤其是看了这三次 布林肯跟杨洁篪的会面 天津的跟副部长的会面 以及这次拜跟习拼命的要会见 会见完了以后 你是 拜将的感觉啊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这个可以分析分析了 以后如果 能有什么想法呢 我再和大家分享 这是很浅薄的 很粗略的 皮毛的一点分析 一点个人的观感 未必正确 经过大家参考 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这个很简单了 还是台湾今天炒的最热闹的 就是四季疫苗 还在说这个四季疫苗 高端就别再打了 哎呀 现在如果台湾人还在打高端的话 大脑严重的有毛病了 这么简单道理 还看不出来吗 既然两季都白打了 你就别打了吧 再说打进去的是什么东西 那个刚才新闻说了 陈建仁你给我站出来 现在陈建仁像老鼠一样缩起来了 没了 赖清德站出来 赖清德你到底打了没有 不敢说吧 这些打四季的人呢 我看按照新闻上说 就是他们要去美国 那他们等于是 美国是不认高端的 你放心好了 等于重新再打 那等于他打了四季 这个乱七八糟水啊 都混到一起的身体里边 是不是要起什么化学反应啊 当然还说了 有18个人打了都没事 哎呦你今天看没事 鬼知道以后有事没事 鬼知道这东西揉到一起以后 到底是什么反应 这毕竟是一种生化武器 生化世纪 给它弄到人体里边了 当然打四季的人 我相信都是支持蔡甲博士的 那就让他们去打吧 所以台湾呢 四季疫苗领先世界新潮流 我上次已经说了 我觉得值得鼓励拥护蔡甲博士人 再去多打几点高端吧 不是还有好多高端 马上到期了吗 哎给所有的民进党人都打上 都打上两级高端 然后呢再打上两级 AZ对吧 将来一出国以后 最牛逼的就是台湾 四季疫苗勇士 这个好啊 我们看看将来这个四季疫苗 台湾台湾人走出来以后 是不是光当倒地 这个将来蔡甲博士 在出国 在蔡甲博士应该也再打两级 什么BNT AZ 蔡甲博士 赖清德 干脆打六级算了 两级这个AZ 两级BNT 八级也行 两级莫德纳 在加尼还有两级高端 赖清德八级博士 蔡甲博士 八级博士 八级总统 哇那行啊 无数的笑话 都能出现在台湾这个地方 胡作非为 一点不讲的科学乱来 无法无天 这个就是蔡甲博士干的 一塌糊涂 台湾人民呢 真的我昨天说幸福啊 其实我是说台湾人民倒霉啊 说幸福是有点这个挖苦了 就是台湾人民幸福 幸福吗 在蔡甲博士底下 打四级 打六级 打八级 都打 随便打 都越打越多也好 陈日中还说了 根据科学家的什么什么什么 台湾哪还有科学家呀 蔡甲博士一句话 所有的科学家都撅屁股 都哎呦 遵命 所有那些什么 EAU什么评审委员都撅屁股 遵命 只有一个人不遵命 被开掉了 滚了 台湾绿营里边 哪有专家呀 所有的专家都一起跟着骗 说假话 EUA怎么过的 不都是蔡甲博士一句话 所有人哎过 皇上说了过 咱就过 不过行吗 所以台湾这个四季 疫苗呢 已经成为国际笑话了 我这个 觉得说的也没什么味道了 反正你你要出来 你就给我再打两击吧 最好把这个所有的民进党人都打成四季 看看怎么样 可是民进党那些大官们呢 没一个打高端的 哎 这个赖清德打了吧 但是假的 蔡甲博士打了吧 假的 哎 那个黄杰打了吧 假的 高甲鱼打的吧 假的 哎 假 对 高甲鱼 本来打就是假针 老百姓啊 那些年轻人可能真的是被打了 你说拥护蔡甲博士 也要付出点代价了 啊 也是要表忠心了 拿自己的身体做个试验 所以这个台湾的年轻一代的不可救药 可能也是在这了 没办法 我们也只能就是表示遗憾 看到台湾的四季的留学生来到美国 恭喜四季来了 四季留学生来了 看看这些人 搞不好得躲得远点 身上的高端带的什么东西 到底什么新的病菌 什么传染病 也没人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呢 还是说国际校会了 我觉得是一个国际大校会 四季 台湾打四季疫苗 领先世界新潮流 幸福 好 今天先说点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